上海11平米的房子住三口人 屁大点的地方 适合租给某星鸡排 房子位于市中心的淮海中路 不走近看还以为是公厕 仅仅2.3平米的厨房 6.9平米的客厅 1.8平米的卫生间 两间卧室藏在阁楼里 其中一间的层高只有1.5米 在里面根本站不直 黄爸黄妈每天只能学狗爬 天花板埋伏着一根铁钉 两口子能住这么久 全靠八字非常硬 小黄住的那间卧室是可以直立行走 但不足五平 她现在还准备拿这个地方当婚房 小黄和女友露露爱情长跑9年 露露就涂她爱洗澡 家里小 快把阿怪打了 给两位住姓吧 小黄不是没想过翻新老房 可她只是个社工 工资只够谈恋爱 没钱怎么办 小黄另辟蹊径 赌上自己不足五位数的存款 和父母的血汗钱 全都拿去做投资 结果赔了个血本无归 没事 生活就是要吃很多苦 这样老了吃苦才会习惯 当务之急是要把露露取进门 怕恋恼想明白了 于是小黄向银行贷款 报名参加改造 设计师史南乔听到委托人凄惨的召唤 挺身而出 这种迷你老破小找老天使准没错 上次评论区是谁想看大师的家 虫粉的阿怪给你找出来了 房子小的老天使一眼就看完了 墙体内叫一个外苏林呢 轻轻一碰全掉了 一家三口每天要爬90度爬梯去阁楼 小黄的卧室只摆了一张铁架单人床 每天起床全身的骨头都离家出走 天花板用的是9块9包油的纸板 夏天可以白调邻居家的冷气 因为阁楼没有厕所 黄妈每天要端着弹鱼爬扶梯 全家人紧张地屏住呼吸 害怕打扁从天而降 拆家小分队闪亮登场 屁大点的地方 不如炸掉重建吧 老房有两个不规则的梯形组成 最高点为5.1米 最低点只有3.1米 紧巴的11平米 未来要住下一家四口 平均过去一人2.75平米 这把身经百战的老天使拦住了 脸上的褶子都快比头发多 老天使画了十多版设计图 才想出迷你老婆小最优解 层高矮的部分保留两层结构 分别作为小黄的卧室和客厅 西侧较高的部分分割出三层 作为父母房 卫生间和厨房 想的是很好 但现实很残酷 儿子的卧室至少要有2.1米 不然随时都有磕脑门的风险 这样一来客厅只剩1.8米 还要扣除中间楼板的厚度 那身高超过1米65的亲戚都拒之门外 另外半边更惨 扣除卧室的1.8米后 只剩3.2米 还要分出一处一位 老天使只能偷空间 再为鉴边缘疯狂试探 首先要把家门口用来抬高房子的石块挖掉 轻松偷出20厘米的高度 同时也要做好防水工作 不然外面下大雨 屋子里要吃流水席 工人在地上大面积铺设防腐的饼门布 它的厚度不到3毫米 随后再安排1.8厘米的隔温板 保证一点湿气都飘不上来 接着再加混凝土 最后盖上顶能布 老房防水防腐的难题就解决了 迷你老破小搭配镂空式楼板 老天使再次抢出4厘米的高度 屋顶要上超宝保护层 达到隔热保温的效果 同时又偷出5厘米的高度 这样算下来 老天使一共偷出29厘米 空间魔法师可不是白叫的 为了让空间显得没有那么压抑 老天使大胆地采用了上墙下砖的方式 这是个知识点 赶紧记起来 老天使考虑到委托人家紧靠小区主干导 家里吵得像是在蹦迪 于是他给全屋更换了隔音窗 还给黄家人一片安宁 经过两个月的努力 改造终于完成 小黄一家三口来收房了 女友陆路因为工作忙就没来 不是跑路了 破旧的老房华丽转身 变身是中心的花园别墅 是阿怪买不起的样子 大门口配有洗手池 把细菌全都拦在家门口 推开入户门 就是宽敞明亮的客厅 贴心的老天使在沙发下面都安排了抽屉 客厅上方配有一整面镜子 视觉上拉大了空间 以前伸手就可以摸到天花板 现在跳起来都碰不到 沿着客厅往里走就是厨房 只听见瓷器笔伏的灵阿 灵阿 厨房虽然只有三平米 但五脏俱全 彩色的拨点瓷砖搭配原木色家具 永远相信老天使的审美 3.5米的挑高空间 通彻开阔 可折叠的餐桌也藏在厨房 翻折起来坐四口人不成问题 过去的老房阴暗压抑 经过改造后 阳光洒满了每一个房间 一家三口的笑容比阳光还要明媚 沿着平缓的楼梯来到二楼 这里是小黄的卧室 将来也是婚房 老天使在里面设计了梳妆台 还有大面积的橱柜 你有陆路的东西在多多装的下 卧室里还配有天窗 小两口可以躺在床上数星星 小黄躺在一米八的大床上 当初睡的铁架床都是什么垃圾玩意 卧室的对面就是卫生间 经典的干湿分离 马桶是肯定有的 黄妈以后不用到谈鱼了 两个洗脸台 一家人洗漱不用再拿爱的号码牌 继续往楼上走 三楼就是黄爸黄妈的卧室 老两口在房间里终于可以直立行走了 就是空调距离床铺有点近 但11平米的地方还要什么自行车 邻居也都来参观花园别墅 默默留下羡慕的泪水 老天使上门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彩虹屁 客厅除了沙发下面可以放东西 就连电视背景墙上也有柜子 茶几是变形金刚 全部展开可以坐下十个人 镂空的楼板把光线很好地引入一楼 这玩意不比电灯强 小黄的卧室放不下电脑 老天使就给他安排了电子键盘 一关灯到哪都可以玩游戏 属于是高科技 最后老天使还给小黄送了一束永生玫瑰 希望他求婚成功 是时候晒出账单了 总计装修费用为21.5万元 先别急着走开 阿怪还安排了彩蛋 万众期待地回访环节 经过一年时间 花园别墅会变成什么样呢 不出意外 这个小家保持着刚入住时的整洁 只是多了点生活气息 老天使发现角落里藏着喜糖 原来委托人小黄向女友陆路求婚成功了 二人马上就要举办婚礼 一半的功劳要记在老天使头上 所以说好的设计 真的能改变生活 拥抱幸福 快那个 内藏于 感谢观看